現在這個時間要收樓 怎算好 收樓要有裝修家式電器為你度身訂造 不用奔波爐 來用大灣區 安座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 這麼多服務豈不是很貴 大灣區代收樓服務 疫情價只需一九九 在V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 真是一九九 那你快點幫我收樓吧 沒問題 那裝修怎麼辦 交給我了 香港落單 內地施工 現在裝修王只需要九十九元 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和效果圖 有V家就有安樂的價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 今集是V家順盤推介 那今天呢 就有我 Aki 中環店的 還有呢 昨日剛剛在大灣區回來的Kenneth 那我是Kenneth 剛剛昨日在大灣區回來 就拔了他們 立刻跟我們去拍這個節目 因為Kenneth 其實他自己親身都有去過 今天我們將會推介的項目 沒錯 那Kenneth 不如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要為觀眾介紹一個什麼項目呢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華法官山水 那他開發商貢物司就是華法 那他有位置就在中山的三鄉鎮 那就是馬西路那邊 那他現在在售的就分別有二期的高層 三期的碟水 聯牌和報共的別墅 那他交付就是這個墨碑的 是的 那他的物業公司都是用華法的 那他的物館費就是兩元八 和四元的 四元就是別墅的 那他現在已經是現樓來的 沒錯 整個盤都是現樓去交付的 沒錯 那所以呢 基本上你想買哪間呢 我們都可以叫做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嗯 那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其實這個項目在哪裏 好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叫做區位圖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個就是華法官山水 那他就是位於中山的南部的區域 那就是這個叫三鄉鎮 那三鄉鎮其實我聽了Kenneth說 那他都親身由這個鄉州區去過這個官山水 但他都要多久呢 如果你說就是在鄉州過去官山水那邊大概45分鐘左右 嗯 那另外我也知道其實如果由這個 港珠澳大橋呢 去到這個項目呢 其實大致上都是45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三鄉鎮是一個叫做雙城區 他呢 他無論去珠海的主城區 和去中山的主城區 其實大概都是30至45分鐘左右 嗯 最重要我們都要給觀眾了解一下 其實除了是這個港珠澳大橋 那還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去到香港呢 其實呢如果在正常通關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他是有大巴直接回到香港 觀塘等等 都有車是直到的 沒錯 所以呢我們經常都知道 中山其實有很多香港人是聚居在這個位置的 嗯 而另外呢 見到我們紅色這一條 那叫做G105角度 那這一條呢 其實他是通了整個中山的南北位置的 那就是無論是南區 或者上回中山城區 即是石旗那邊 利和廣場 其實都是可以跟著這個105度直走的 那還有什麼叫做變聞措施呢 就是這個項目呢 他去這個叫做5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這個三鄉的高速出入口 還有板符的高速出入口 那就可以直接呢 再駁回這個叫做G3角環線高速 那就可以通往很多不同的城區 那還有聽到一個挺利好的消息呢 就是現在規劃中呢 就有一條叫成軌的5號線 那那個站點呢 雖然現在暫時都叫做未落實 那但是他的位置呢 都會是在板符 和在附近叫做鳥石的一個站點 那其實這個項目去到那些的站點 都是大約十來分鐘左右 那另外呢 中山我們都聽過了 就是有一條叫做新豬通道 而我們中間呢 其實呢 珠海唐家的位置呢 都會有一條叫 深中通道之下 就是一條深珠通道 其實呢 我們現在在南區呢 我們無論去到這個深珠通道位 又或者上去這個深中通道位 其實都是相當之便利的 那日後呢 如果深圳的人 或者東莞的人 過來這邊呢 其實都是很快 大約45分鐘 我們就可以直達深圳的了 沒錯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除了可以坐六路的交通工具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選擇是坐船的 那坐船呢 我們可以選擇去中山港碼頭 又或者可以去九州港碼頭 再轉車去到這個項目 而最近最近的一個叫做商業區 那我們如果譬如說日後要買菜等等呢 其實我們可以去回三鄉那邊的肉菜市場 那個市場大致上來到這個項目呢 大約是十分鐘左右車程 那也都可以去到那邊有一間大潤法啦 又一家一超市啦 那基本上你生活所需呢 都已經可以買光了 就算是肉菜啊 三鮮超市 其實都是在那裡的 那我們看完整個區位之後呢 那我們都想給大家呢 可以看一看呢 我們其實在航拍的視角 這個項目呢 其實那個所在位置在那裡的 那我們就播回我們較早之前呢 我們同時在上面拍的一些 一些航拍片 那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現在鏡頭所見呢 這裏就是華法官山水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這個豬山博的環線高速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遠洋繁花里 那這裏就是鴉繼山啦 那前面呢 現在大家看到呢 其實有一些的村落呢 將會是一些舊改項目來的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去回我們的樓盤 搬山水這裏 那這裏 就是別墅 就是三期別墅區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 這些就是獨棟別墅 那我剛才講解過了 就是我們只有50棟的獨棟別墅 真的手法又想說沒有的 而別墅區呢 其實它是會有這一個 獨立的車位 那就視乎那個尺寸是幾大 那有些可以放到三四架車都可以的 那這一個呢 就是叫做碟墅區 那有A碟和B碟的 那再後方呢 亦都有一個叫聯牌別墅 聯牌別墅呢 就是四聯牌 或者是六聯牌 那這一個就是別墅的區域 那它向那邊呢 就會是我們現在買的二期高層 就是這個位置 那這裏 那我們剛才呢 我們有一個泳池的位置 就是這個部分 那這裏呢 就是我們的商業街 那我剛才過了 那我們呢 簡單 在航客的視角呢 就和大家 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回來啦 OK 剛才講解過了 那我們呢 其實是有分佈 獨棟的別墅 別墅 別墅的區域 和聯牌的區域 那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天然湖 那後面也是有個泡山 有山有水 就是來的 那就是二期的高層 那這就是泳池位 那這間呢 是幼兒園 那這裏就是商業街 那這裏呢 就是售樓部了 就是後期的會所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一些截錄的相片 可以给大家参考整个小区的设施 这个是一个700亩的超级大盘 贝山、面水 其实非常之一个写意 还有因为在国内 Kenneth也有听过 其实在国内现在很难再有地 可以做到这个别墅 因为现在已经再批了 因为土地资源都有限 所以很难得除了有碟税 还有这个联牌的产品之外 还会有独栋的别墅 国家除了有限购令 其实都有限购令 所以在限购令之下 真的要有独栋的别墅 是很难求的 大小见小了 没错了 所以真是手快有手嘛 首先不如介绍一下 二期的高层 二期的高层当中 我们看到灰色的位置 就是最小的单位 就是70平 一家一房 两厅一位 而这个 0304 这个黄色的固形 就是96平 就是二家一房 两厅两位的设计 而绿色的部分 就是一单位 和绿单位 就是108平 二家一房 两厅两位 南北空的设计 而这个 啡色这一块 就是129方 三家一房 两厅两位 南北空 雙阳台 大家看到 在11度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泳池景 向这边 可以看着大草坪 景观和楼间都很开阳 开阳一点 幼儿园就是这个部分 是 好了 不如我们再仔细地 介绍一下 这里的会议 于于就交给你了 这个就是70方 这个就是 唯一一个 就是改建阳光 厨房 饭厅 客厅 和主要的 这个就是洗手间 阳台 也会在这里 很厉害 是的 那我们不如实际一点 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大致上 要买这一种户型 大约要多少钱 这个是以一个 11栋的905单位去计算的 70方的设计 原价就是在买93万2 它有一个叫做 团购的优惠政策 就是12万底 20万 再加一个九折优惠 所以其实折后价就是 65万9的房款 再加12万的团购 即是说不需要80万 就可以买到这个 70方的两房单位了 嗯 就是说的 只是大约45分钟 就可以直接去到 港珠澳大桥 80万都不需要 好了 另外呢 下一个回形了 这个大一点了 OK 我都说一说 这个都是 餐厅 客厅 洋台 这个是河室 主要是这里的 这个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这个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外面的洗手间就是这里 这里也是一个洋台改建的房间 即是一半面积的 没错 这个最后就是存房 是的 而我们也计算一下 给客户看看 这个是一个11栋 2003的单位 20楼 它就96平 原价 我应该打少了个字 应该是110万多些 接购就是 团购是12万底 20万 再加一个9折的接购 即是说 86万4 左右 再加12万 团购 即是说 不需要100万 就可以买到这个96方的单位 但记住 我们现在 只是拿其中一些单位 去做一个参考价 而当中的优惠 是会随着不同的时间 而会有所调节的 所以可能当大家看这条片的时候 可能是两个月后 三个月后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用这个价钱做准了 到时再问我们现在的同事 去再报价给你 OK 好了 那这个再大一点 因为经常都听到 很多观众都喜欢拿不通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 给观众朋友 OK 这个呢 都是讲了个阳台改建 这个是买一半送一半 这个就是主我 都是主我的洗手间 是的 那外面那个呢 就是这个的 洗手间 厨房 这里是一个我室 是的 那外面 餐厅、客厅、洋台 这里都会有个生活露台 那其实是 可能是洗完衣服 就下衣服 是的 最喜欢在这里 预留了一个医务间的位置 没错 可以给女士们 去放一个大的衣柜 是的 是的 那两个卫生间 就不需要赚了 记住哦 其实整个的华法 潘山水 都是毛皮交互的 那所以呢 就算你看到 我们可能是 阳板间那些的设计呢 其实是一个 概念 一个创业概念 可以参考一下 如何设计 但是呢 其实整个间隔 除了这些主力场之外呢 其实其他都可以自由去打了去 可能扩大个客厅 又或者是扩大个房间 那这个可以自己去衡量的 那我们都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这个的价钱 这个呢 是根据12栋的18楼的单位去做参考 那这个107楼的单位呢 原价是120万的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这个的折扣优惠呢 就是12万底 20万啦 再加一个97字 那大家如果可以留意到的话呢 其实呢 刚才呢 11栋呢 是9折的 但是这个的12栋呢 是97字 那不过呢 因为其实呢 这个12栋呢 它本身的原价呢 是相对的低一点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和11栋的价钱呢 折回呢 其实差不多 那我们的折后价呢 就是97万一 再加上12万的团购啦 就是呢 大约是109万呢 就已经可以买到这个108拼的单位的了 好了 那我们讲完我们最大的那个会员啦 Kenny 那这个就129栋啦 那都是 原关位就是这里的 嗯 那厨房呢 就是一进来呢 就会有个厨房啦 那餐厅啦 拍厅啦 生活羊台 这里一个 嗯 这里主羊台 真的冷不通 再加商羊台 是啊 那我室就会在这两间的 是啊 这里一个啦 这里一个 主我啦 衣务间啦 是啊 主人那个 主人房那个洗手间 那这个就是个工位 是啊 那这里呢 就是一间羊台改建的房间 是啊 那你见到这些位呢 其实AC呢 那其实通常都是个飘窗来的 那就是放冷气机的 嗯 是的 这些你们都可以留意 就是这个位呢 就应该不可以打的了 嗯 那我们都参考一下这个价钱啦 就是12-5的18楼04室 那就129平的单位 原价呢 是140万左右啦 嗯 那12万抵20万的团购优惠 再乘一个97折呢 就是说折后价大约是118万再加12万 那就是13万 那就可以买到这个129平的单位了 嗯 那我们呢 其实本身我们的销售呢 都会有它的VR 又或者是有些视频的 如果想真的了解一下整个户型格局的话呢 可以问我们的销售同事去拿的 嗯 好了 除了有高层的产品之外呢 我们都介绍一下我们的叫做 蝶税 蝶税的产品 那这个蝶税呢 就非常之性价比高的哦 为什么呢 它呢 是有三层的 但是三层当中呢 只有第一层和第二层呢 是计算免值 计算的 嗯 就是说呢 其实这123平呢 其实只是说的是一层和二层 这个负一层的84方呢 是全赈送的 是的 整个的蝶税的A户型 其实是有三层 每层呢 大约是三米二层高 那么 其后呢 我们计算过了 其实实用率真的差不多是去到200平方 差不多200平方 是的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入户的那一层 那当然啦 因为它是毛皮交付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些间隔呢 其实你都可以自由去改建的 做选择 是的 那这里会有一个主人套间 会是一个叫做有卫生间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下沉式的庭院来的 那进到去呢 就会有这个的客饭厅 厨房 那这里另外呢 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套间 通常呢 就是因为别墅都大啦 有几层啦 如果有长者的话呢 通常我们都会住在地面那一层 嗯 那不需要呢 那不需要呢 就是等些长辈要走楼梯啦 那我们呢 那这里两个套间啦 那我们上到去 二楼了 也都会有一个大套间的 那这个大套间呢 那他们会做了一些 那些设品走区啊 又或者是旗牌室啊 或者可能呢 你将它做这个电影院啊 那都没问题的 或者好像我这么喜欢电路 就等下跌进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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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也都有一个 叫做彩光的下沉庭院啦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A A匯形 是的 那它的碟碎呢 其实它是前后入户的一个位置的 那是两间拼在一起的碟碎来的 嗯 那我们又算一下啦 那呢 那我们用了一个叫做12-105单位啦 那去计算的话呢 它原价呢 是227万5千 那它的团购优惠呢 就是可以是30万 底50万 即是减免了这个20万 省了 再加一个92字 是的 那就是163万 再加30万的团购 总价不需要200万 就买到一间碟碎 不需要200万 那在香港也是 都不是很买得到楼啦 但是在中山这里呢 就可以买到一间碟碎了 还要说它不仅值123平 是的 它是200平以上的 其实实质里那个空间 是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B户型 好 B户型呢 其实它是 刚才说的A户型是有三层的 而这个B户型呢 是有四层半的 那当然了 它每一层的面积呢 是会比A户型 是会小一点 但是它可用的空间呢 是有四层半的 那大家可以见到呢 其实整个的分布啦 那首先呢 我们进去地面呢 它就会有一个客厅的设计啦 那跟着上去第一层呢 它就会有一个厨房 是的 它的客房厅是分开 是楼上楼下的 那另外这一个呢 就会有一个套间 和有一个阳台位 是 那然后呢 三层的位置呢 就会有一个大楼台 大楼台 和有一个套间 这个呢 是主卧啦 医务间 和卫生间 而这一边呢 有另外一个套间 是的 那去到负一层了 又是了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大家可以 用来怎样做都可以的 是的 都是可以用来做旗牌室啊 等等 那它也有一个很大的 彩光的下层屏院 嗯 那去到最顶了 为什么我们会说 有四层半呢 就是因为它的屋顶 屋面的位置呢 大家都可以采用的 所以我们就会计是四层半 那大家如果懂计算的话呢 其实它一百三十四屏 是说计算哪几层呢 就是一二三 这三层了 那这一层 一层一层的五十三点七九呢 是全阵送的 都是全阵送的 是的 那我们又计算一下 这个的B户型要多少钱呢 嗯 好了 好了 B户型呢就十五栋 一零四啦 那我们呢 其实简选的单位呢 都是比较偏向 是便宜一点点的 那如果你可能 可能简选的位置 是比较开扬 啊 单边啊 那相对地呢 那个价钱就会高一点 高一点一点 嗯 那一百三十四方 原价就是二百六十万 同样地 都是有一个三十万 底五十万的优惠 再加一个九二字 那折后的呢 就是一百九十几万 再加三十万呢 的团购 就总共是二百二十几万而已 那就可以买到这个一百三十四方 实质呢 就是大概二百平 那么长下的面积 的 其实它的价钱和刚才那个差不多 但是呢 看回可能 就是喜欢三层 四层 那因为有不同人 就喜欢不同的东西 没错 而且其实那个分别呢 是因为呢 它是有四层半 所以相对地呢 B户型呢 它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望的景 会望得比较开扬一点 对了 那除了这个碟碎之外 那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一下鸾牌了 OK 鸾牌呢 其实它的特色呢 如果在它那个叫整栋的位置 它是好像一个田字形 割开了两刀 那就是呢 是每一间就独立一个角落头 那样的 而呢 它整个的户型呢 是有三层半的 三层半的 再加上呢 一层都是送的 对了 七十四方 对了 实际呢 它计算面积呢 只是一层 和第二层是计算面积的 好了 那进到来啦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人门的圆关位 那这边有一个大的卧室 那这边呢 就是客饭厅和传统 去到的二楼呢 就会有一间的主卧 这个呢 是包括医务间和包卖的卫生间 另外也都有一个套间的 是的 那接着去到的地下啦 地下同样地了 你可以把它当睡房又行 把它当棋牌室又行 而它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其实呢 四个角落头呢 都有彩光的位置的 所以它就算是负一层都好 但是它其实它的彩光面都是相当之高 它有一个大的下沉式庭圆 和另外三个角呢 都是有一个彩光井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为什么它说三层半呢 因为它还有一个屋面的位置 是可以运用到的 那我们又计下呢 这个户型大概是需要多少钱 那我们呢 就用了三十五栋 一零三室去计 那就一百四十七平 原价呢 就三百一十八万 那它也是有这个团购优惠政策 三十万底五十万呢 再加一个九二折的优惠 就是说呢 二百四十六万 加多三十万呢 就是二百七十六万 就有这个一百四十多平方的面积 可以用到 都是二百多万而已 其实讲刚刚刚综合 刚刚三个户型 其实都是三百万都不用的 是的 都可以自行选择 因为那个 类型都不同少少的 是的 在香港就是不要说别墅 就算我可能买一间村屋 买了三层了 都起码要千多万 我有问过 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住村屋 那是千八万左右 三层 是的 七八尺一层 还要讲的是可能比较 就是远一点点 新界的位置 都要千多万 是的 好了 最多客户都会问 因为始终是一个限税令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很难真的会有这个 的独栋的别墅 而这个项目呢 就有五十间的 在三期这里 有五十间的独栋别墅 但是记住哦 因为始终有一些可能是领导自己预留 又或者可能有些本地的客户 都很密释住这些的独栋别墅 所以呢 其实真的可以买的数量是不多的 是的 那这个独栋的户型呢 其实呢 它都是有这个 自己有独立的车位的 是的 大家看到呢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室外的车位位置 那其实它整个的独栋别墅呢 它有几种不同的尺寸的 嗯 因为呢 就是单边啦 又或者是中间围一些啦 其实它 花圆啊 或者室内的面积啊 是都会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呢 在独栋别墅来说呢 我们的面积来说呢 是说 三百一十方 到差不多五百方都会有 都有 那就视乎一下呢 就是效果自己的需要啦 看看你想要大一点 还是三百多平 还是够用呢 三百多平 我想我在里面都会当失落的 都很够用的啦 就是三千多尺的啦 是的 而且其实它可用的面积是不止三千多尺 是的 有一层 二层 三层 和负一层 再加上屋顶的平面图啦 其实我们可用的空间呢 是有四层的 是的 那我们都算一算啦 我们用了十九栋的一零二塞 三百零八方的户型去计算啦 那它的原价呢 都是六百万而已 是的 那 独栋的团购优惠呢 会更加抵的 因为呢 折算了呢 其实你省到五十万的 对 五十万去底一百万再加九二字呢 其实就是四百六十几万再加五十万团购啦 那就是说五百万多点 我们就可以买到一间 独栋别墅是三百平以上的 对 还要未计赠送那些 是的 未计赠送 那这一间呢 我们会用来是有一间 比较便宜一点的 那如果可能客户想买一些大单边啊 或者户型再大一点呢 那相对地它的价钱就会高一点 那在独栋别墅的价格的范围来说呢 那就大约是五六百万去到一千万左右的 是的 那这个好消息啦 是的 香港籍派 因为呢 其实很少呢 就会有一些香港籍派啦 那这个呢 就和香港的健康呢 就谈了一个的合作的协议啦 那我们就可以呢 香港客户呢 是可以在香港就已经可以办完整个按揭的手续啦 那而开卡呢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做一个委托的手续啦 就可以在内地开到这个的卡 那而呢 其实它的那个利息怎么计呢 那因为它是香港籍贷啦 所以呢 它的利息呢 是3.25来的 那而最高可按揭的乘数呢 就是六成 嗯 就是说呢 只是需要给四成的首付呢 就可以买到的啦 嗯 那而贷款金額啦 因为我们有高层啦 亦都有别墅啦 那别墅的金額可能会相对地高一些啦 由四十万去到一千万不等的 那贷款年期呢 就是视乎参业主本身的税数啦 对啦 最长最长呢 是可以贷三十年的 嗯 那接着呢 贷款的手续费啦 是有手续费需要给的 通常呢 香港籍贷呢 都会 我们说会有0.5%啦 那最低消费呢 就五千元港币 那另外呢 也都要买一些的叫做 火险啊 等等这些啦 那大致上整个的叫做成本啦 那就是万多元松一点 是的 就是按揭上面的一些的手续费啦 那它是每超过2万的 因为我都暂时试过一次 那都超过2万的 是啊 而且是相当方便啦 因为全部东西都可以在香港搞了 没错 那另外都可以是提前还款啦 因为在做这个大湾区的按揭呢 其实那个弹性都大的 那头三年的手续费呢 分别就是提前还款的金额的 三个百分钟 两个百分钟 到一个百分钟 是的 那而呢 香港如果可能是客户自己有资金 可以一次性付款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给定金2万元啦 那再加上团购费 那我们呢 就是7天之内就收三成 嗯 然后呢 有44天的时间呢 是可以给美款的 那就是说都一个多月时间 那客户就可以自己去准备了 资金就可以松动一点啦 那而刚才提及过啦 不过呢 因为香港直贷呢 就会是要做香港去批给你啦 所以就要查香港的信贷报告的 那所以观众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资金规划啦 那好啦 刚才说到啦 因为整个项目都是无非交付啦 不过不要紧的 因为呢 我们V加呢 是有这个V加装修王的套餐啦 多了 是的 因为刚刚呢 我们的管家王的频道 那麦哥呢 都出了片啦 就可以介绍回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高层洋货呢 是有两个套餐的 那一个呢 就是1980的套餐 和呢 一个就是2680的套餐 那如果想了解多一点的话呢 都可以找回我和Kenneth啦 又或者去找回我们V加的销售同事 那我们呢 是可以有一些的图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说 我其实呢 都看过我们的样板间呢 都觉得那个装修风格呢 都挺不错的 那如果想根据画法那个的 样板间的装修风格呢 都可以和我们去查询的 是的 那至于别墅方面 那通常别墅呢 都是比较喜欢个性化的装修 那如果是想根据你想要的设计风格呢 那我们亦都可以个别去报价给你 那啊 那啊 最后当然是说回V加的服务 我们的广告时间 哈哈哈哈 那最重要的 那家伟 都是在说有这些服务啦 那分别有回款啦 8号2啦 创业2 装修王啦 这个都很重要啦 嗯 V加2啦 V加C啦 和收楼盐楼的服务的 嗯 是的 基本上呢 是由你买楼去到你收楼 甚至乎呢 要去你日后定居啦 要在那边创业啦 那我们呢 其实都是一条龙的服务的 那匯款方面啦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这个很稳妥的汇款服务啦 是 我们也都呢 老板也都成立了一个基金啦 如果万一出现了些什么状况呢 我们都可以帮客户呢 去处理了这个房款先的 那另外呢 收楼盐楼啦 那其实现在 正值点收楼期啦 其实我们都帮很多客户 会分区这样呢 去帮我们的客户呢 就拍视频 那说完整个收楼盐楼呢 究竟有些什么需要整改的项目呢 都会在视频那里 看得很清楚的 是的 那接着V加C啦 那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啦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是有一些的家司啦 除了硬装 装修王的服务之外呢 我们有个软装 是的 那就是我们V加C所提供的服务啦 那另外呢 那日后如果想有一些的租任的 问题或者是想二手买卖呢 那我们V加E呢 都可以帮到大家的 那我刚才说啦 如果日后你想在大湾区定居呢 那我们呢 都会有一些的创业的 创业的指南啦 那我告诉你 其实在国内可以从事什么的 叫做生意的项目啦 那另外最多人关注了 就是法务2啦 是的 因为我们在大湾区买房 经常都会遇到很多 关于法律上面的一些的疑难 比如说我们 可能日后我们想把层楼 就是过去过给我们的子女啊 那有些什么的法律上面的问题 需要留意呢 那我们呢都会透过法务2呢 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到的 那最紧要最紧要啦 那最紧要最紧要啦 就是来说我们 我们接下来 关于这个项目 其实有些什么优惠 可以送给我们的观众 或者我们的准业主呢 好了 那真是公司 我觉得公司真是卖大包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 就是月饼的折扣优惠先啦 那首先呢 我们的新客户 看回我们的日期啦 那是8月21日至9月20日 成为我们的客户的话呢 那我们呢都会送这个慈善月饼的 那今年呢 那公司很好啦 其实都是会 就是除了送礼之外呢 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个善事 那我们也都将这个慈善月饼 这个善心呢 就送给我们的新客户的 是的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透过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呢 去买这个慈善月饼啦 而这盒月饼呢 都很有意义的 因为呢 他们是为这个特殊 需要的儿童的服务 或者是家庭服务而筹款的 是的 那那除此之外啦 最紧要就是什么 最紧要就是这个 5万元主财 大礼包 是的 真的 执得一枝不可一不可再 只有9月份 今年的9月1 至到9月30 才会有的 那凡是成交 华法官山水的叠税别税的客户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5000元的大礼包 那包括呢 就是3万元的葬收礼 嗯 这个非常之实用 因为 因为他们本身是 因为他们没pay 即是一定要装修啦 即是一定要装修啦 那我们装修王那里呢 就可以减免30万元 另外呢 1万元呢 就是管家王的礼券啦 就是说 譬如你日后要收楼啊 盐楼啊 或者一些的托管服务啊 都可以用得到的 搞定了 是的 另外最重要就是什么呢 1万元的超市礼券啦 那这个1万元呢 我相信都应该可以 如果我自己用都应该用到差不多一年了 应该可以的 我大概去一次呢 就340万元而已 是的 所以就是非常之好啦 那我们公司就着这个项目呢 那就真的送大礼给我们的碟税别税的客户啦 OK 好了 那如果想锁房 或者去查询告价 查询价钱的话呢 那就可以找回 Kennif啦 同楼湾店啦 和我Aki 中环店的 那我们都是来自港岛分区啦 又或者可能有不同区份的观众朋友 如果想查询的话呢 都可以向我们去查询的 那我们其实都非常之激动的 是的 那有些什么查询的话 可以找我们 或者找我们V家的销售同事 那我们下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